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年前 他是风光无限的青年企业家 曾在我的毕业典礼上露了个脸 言笑艳艳 俊朗艳然 便激起了校园表白墙整日的讨论 如今 他眼珠暗淡无光 无指无措地摸索着 我眼间看到了桌上的乌迹 连忙扶住他的手指 拿湿纸巾 将桌子认认真真又擦了几遍 别搞了 有话快说 一个极为不耐烦的声音张扬又肆意 我侧过脸 那是个极为青春 却带了点力气的男大学生 断眉寸头 银色耳钉 他敲了敲桌子 向小说费名班杨生说 我警告你 钱都花完了 你就算把他浑身搜个遍 也没钱还你 所以别假惺惺做好人 抱歉 犬子性子暴躁 冒犯到顾小姐了 蒋玉安轻声说 你和他客气什么 这个时点来找你的 肯定是债主 蒋其名 够了 他们聊了起来 蒋玉安的声音压得很低 想要稀释宁忍 蒋其名却不依不饶 任性又倔强 句句话顶得蒋玉安下不了台 脸颊微红 我盯着蒋玉安竭力挺直的背 盯了三秒 才意识到我还拖着他的手指 我低下头看去 他虎口上有眉小智 等到蒋玉安脸更红了 那双迷茫的眼 转到我的方向时 我才松开 蒋先生 你们误会了 我不是来讨债的 我叫顾炎玉 是当年蒋先生资助过的学生 蒋玉安听到我的名字后 很缓慢地眨了一下眼睛 似乎在回响 但是 他估计已经忘了 他考入A大 辍学创业 立志要做改变世界的人 这些年前前后后 资助过的贫困学生 没有上千 也有数百 可是 蒋玉安突然笑了 笑容仿如回到三年前 他托保镖送我毕业花束 隔着车窗 冲我挥手告别的样子 我记得你 其他孩子写信时喊我哥哥 你总叫我先生 原来 他还记得我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压抑住莫名飞跳的心脏 蒋先生 如不嫌弃 先在我的住处住下吧 蒋其名暴毕 他可没钱付家用 不用付 蒋其名皱眉 他还得花钱治病 我来给 蒋其名眯眼你有手有脚 长得也不错 何必给自己找个脱油瓶 蒋玉安也无声地望向我 迷茫又担忧 我点了点桌子 心中对脱油瓶这个称呼 感到一丝恼怒 声音变也冷了几分 我看向蒋其名 说道 七年前我没钱读书 若没有蒋先生资助 我这辈子都得困在山村生孩子 我坐着身子 认认真真的说 我顾言欲这辈子就算死 都记得这份恩情 我是来报恩的 他不是我的拖累 这辈子也落不到烂泥里 我顾言欲会拖着他 好生拖住他的 过程虽波折 但蒋玉安还是在我家住下了 他虽有犹豫 但又无可奈何 毕竟 如今他没有住处 也没有钱 唯一跟着的 只有他死去的哥哥 托付给他的孩子蒋其名 蒋其名刚上大学 依我来看 就是个满身官司里 不清的小混混 但他是蒋先生的养子 我就也连带着 勉强能看得惯他 蒋玉安眼盲后 诸多事情都不变 我牵着他的袖子 带他将家中 处处都摸了一遍 他笑着说麻烦我了 他已经记住了 当夜 却又会里糊涂 把客厅当作卧室 我正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看他突然停下脚步 对我有些好奇 等了等 见他没有换我 想来是不知道我在这 我笑了笑 刚要开口说话 停在墙边 睁着无神的双眼的蒋玉安 突然开始 解着衬衫的扭扣 赤裸的胸膛 一寸一寸地暴露出来 最终尽数袒露 他将衬衫挽在臂弯 右手撑住墙壁 然后 开始单手解腰带带扣 我僵硬地躺在沙发上 万分后悔 方才没有及时出声 顾玉安皮肤白又精瘦 浑身的肌肉线条柔和 在月光下 像是皎洁生辉的白玉 浑身上下 只穿了条暗灰色的短裤 然后摸着墙 似乎想要往床上走 可是 他毕竟是找错了 摸了半天 竟然摸到了电视机 惊慌的神色飞快划过 蒋玉安脸皮薄 这辈子恐怕都没做过 在异性家客厅 宽衣解带这种冒昧事 他吓到摸索的手指 都哆哆嗦嗦 摸了好半天 终于摸到了卧室的门 整个人落花儿桃般 奔进客卧 而早就僵住的我 憋在胸口的那口气 终于颤抖地呼了出来 他左肩胛骨处有梅质 质的位置快到肩窝 像条在小小池塘中游动的鱼 美人多质 不知为何 我莫名想到了这个词 此夜久久不得安眠 只等到凌晨 觉得蒋玉安约莫已经睡熟 我才小心从沙发起身 无声地摸入自己的主卧 我第一次见蒋玉安 是在我的高中 那是个破败潦倒的学校 学校招牌都调成了紫校 蒋玉安那时23岁 创业三年 首轮融资成功 前程大好 风光无限 他精力充沛 迫不及待 想为这个世界做些好事 我站在队伍末尾 人头攒动 隐约看到那张俊朗又灵动的脸 他很年轻 甚至比死气沉沉的我 更像高中生 我知道 校长看不起这种脸皮嫩的小年轻 觉得好红好片 便在资助名单里插了很多关系户 真正穷到快退学的 我却被挤到了名单末尾 妙小妖风大 我便也对领资助金不报任何期望 站在队尾 心不在焉地想着辍学后去哪里打工 队伍一点点变短 很快轮到我站在蒋玉安的面前 他微笑着蹲下身 看了眼我的手和裤脚 亲声说 我把你放在资助名单的第一位 你好好学习 以后上大学的钱也不用愁 别担心 蒋先生 这校长急了 资助名单的第一位象征着一大笔钱 蒋玉安笑着反驳 看着脸色温和 实则态度坚定 我望着他的侧影 突然觉得自己像偶入青池的野鱼 困窘又尴尬 我偷偷将手背了过去 莫名其妙般 不想他再看我满是老简和伤疤的手 和破旧的裤脚 因为青池本就该种不识人间烟火的荷花 满身泥巴的野鱼 怎么与他相衬 后来 我又站在人群中 远远望过他几次 蒋玉安人好 做事执着 我们那个县是贫困县 他便每个学期都来自助学生 我们虽然也单独说过几回话 但都局限于学习 和他对旁人的关心如出一辙 从高中到大学 我一直在给他写信 规规矩矩 一月一封 怕写多了惹他烦 又怕写少了 让他彻底忘了我 头一次写信时 他在回信中半开玩笑地问我 怎么这么守规矩 叫蒋先生 旁的学生都喊他哥 更自来熟一点的 甚至直接叫他名字 玉安 我不敢告诉他真实原因 我想做唯一那个特别的人 哪怕这份特殊 只不过是我偷偷的妄想 就像池中野鱼 躲在角落里 默默将这青池 视作自己的小神明 小菩萨 然后编织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那时 我还不清楚 我的妄想是什么 也不清楚 我为什么抵触叫他哥 现在 我终于懂了 因为 我做了人生头一个春梦 春梦对象 不是朋友总挂在嘴上的男明星 也不是同事介绍给我的相亲对象 而是蒋玉安 梦里 他衬衫松散 嘴角轻勾 仰躺在我的床上 眼角一抹红韵 笑着问我 该叫他什么 而梦里的我 梦浪到不可思议 我抱紧他 含糊不清地说 老公 然后我一遍遍轻咬着他虎口的痣 吻着他的手臂 最后吸吻着他肩窝的那粒红痣 让他彻底变成一大团红韵 蒋玉安轻哼 小声说 言喻 我来主动 他侧着脸 捏住我的胳膊 亲吻我的手腕 眼眸披向我 腰也诱诱惑 我比你大 比你懂得多 何该我来教你 梦到此 我就被惊醒了 门外传来抽油烟机的响声 我连忙穿好衣服 推门而出 厨房内 有人单手颠锅 左手夹着一支烟 上身赤裸 下身套了条牛仔裤 我那件粉红色的格子围裙 挂在他身上 两根带子绕过他的背肌 显得又细又脆弱 他闻声回头 眯眼望我 露出那张凶巴巴的脸 几点了 还不起床 我善善一笑 刚要接过他手中的尖锅 蒋其名抬手躲开 我们的手臂撞在一块 去吧 都快做好了 他没好气地说 对了 你把他喊过来 他就这别扭性子 住在别人家 不敢麻烦人 我连忙去敲扣卧的门 请进 我推开门 蒋渊安果然早就醒了 他端端正正地坐在书桌前 正摸索着一个小雕像 我眉头一跳 我怎么把这东西忘在这屋了 那是我自己闲的眉市上逃一刻时做的人像 鬼使神差 做出来的人和蒋渝安有八成像 我心虚地想 他应该没有察觉出来吧 蒋渝安抬头 阳光下 他的眼珠带了点灰意 他看着虚空 微笑着说 谢谢你收留我 这是你雕的吗 虽然摸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猜 一定很好看 是我雕的 他的指腹 轻轻摸索着雕像侧颊上 我无意印下的一抹指纹 我咳了一声 偷偷将雕像收回柜子 撒谎道 雕了棵树罢了 雕得拙劣 别拿了 树吗 蒋渝安笑了笑 他一笑 陡然让我想到了 昨晚做的那个伊尼梦 我脸红了 心中暗自恼恨自己 道德低下 不知廉耻 他是蒋渝安 是真君子遇难 日后崛起 是要和真淑女在一起的 而我 只是被他帮过的无名小卒 对恩人却有了脏污的念头 真是卑劣至极 我在心中唾骂自己一千遍 终于勉强将那股怪异 又暧昧的念头 驱逐出脑海 但我悲观地想 我的理智 到底还能撑多久呢 蒋渝安冲着阳光轻笑 笑容恬静 他应该不知道 我无声走进了几步 尽到能看到 他脸颊的绒毛 他轻声说 那是太阳吗 我好像能看到 一点光影啊 是太阳 今天天气很晴朗 我安静地注视着他 阳光普度众生 而他普度了我 在这小小的四方室内 恍若他就是独属于我的小神仙 蒋渝安吃饭 磕磕绊绊 筷子时不时磕到桌子上 我忍不住 加了口菜喂给他 蒋渝安脸红了 颇有几分不自在 蒋其名没有吃 他暴毙 坐在我和蒋渝安的对面 冷眼盯了半天 一句话都不说 我无奈 实在不知道 这尊严罗又怎么了 明明做饭时还好端端的 齐鸣 你不吃吗 我问 我晨跑前就吃了 谁像你 一觉睡到大天亮 蒋其名硬邦邦地说 齐鸣 他要工作 周末其晚些 有什么问题 蒋渝安皱眉 蒋其名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嘴唇一动 像在无声磨牙 他忽然故意使坏式地伸腿 蹭着椅子腿 往后仰 拉长声音说 对呀 今天周末 我也要待在这 他腿一半 让我的膝盖下意识 贴住了蒋渝安的腿 我立刻躲开 蒋渝安似乎没有察觉 他皱眉只冲蒋其名说 其名 没事 这是应该的 我知道你不放心 蒋先生一个人留在我这里 我连忙说 蒋渝安没再说话 只是等蒋其名去厕所抽烟时 他忽然摸索着 捏住我的衣袖 靠了过来 他眼盲后 对距离把控不住 若非我闪得快 他险些 靠到我的怀里 蒋渝安微微仰头 双眼迷茫 眉头轻皱 你为什么叫他其名 什么 你一直叫我蒋先生来着 蒋渝安说 不过张口结舌 他靠得太近 让我思绪迟缓 他身上有抹微不可闻的香味 那是体味吗 还是残留在衣服上的香水 言喻 我 我勉强清醒的神智 又再次涣散 他表情太无辜 壮弱不知 自己如今的动作 涂生暧昧 难怪 他眼盲了 看不见我的疯狂激动 失明落魄的美人 宛如唾手可得的琉璃展 只要我稍稍低头 便能吻到他 他会觉得 那只是我的手指 在触碰他吗 或许我可以骗骗他 砰 我猛然起身 带倒了椅子 蒋渝安吓了一跳 我连忙扶住 差点摔下去的他 咬牙抑制住所有倾诉 叫先生是因为 你是我的恩人 恩人就不能做朋友吗 恩人就是恩人 听见响动的蒋其名 走出卫生间 他嘴角还叼着烟 那双如野狼般的眼睛 犀利地盯着我 我窘迫地扭开头 希望他没有看穿 我的所思所想 我只听见 蒋其名冷笑一声 蒋渝安睡下后 蒋其名敲门进了我的房间 他大马金刀地 坐在我的椅子上 耳侧银丝钉一闪 敲着桌子 向来找我谈判 说吧 你到底想要什么 蒋渝安的股份 公司机密 人脉关系 我失效 我是传统行业的公司主管 股份 机密 人脉 要么本来就有 要么不感兴趣 你怎么会这么想 蒋其名脸色微红 他才18岁 好不容易强称出的成熟 骤然涣散 他挠挠头 破罐子破摔 那你总得有所求吧 你不会 不会是求 我无奈地盯着他 他结结巴巴 没说完 就脸色通红 我叹了口气 看漫画吗 我有蜡笔小新 绝版精装本 蒋其名气的脸更红了 鬼才看蜡笔小新 你别想转移话题 也许是因为 他是蒋渝安的养子 我看着他 就好像看到蒋渝安 爱屋即屋 诚然如此 我的眼神忍不住温柔 好 那你慢慢说 你觉得我求什么 他艰难挤出 求色 我威呀 蒋其名 善善望我 哑巴似的不说话 脸还残留着红意 他见我脸上 除了惊讶 没有半分心虚 知道自己明显猜错了 又丢不起人 强忍着羞耻 故意大声说 好了 我知道了 那你不能怪我 我长得这么好看 身材也好 追我的女生 从图书馆排到食堂 她的声音越说越小 谁知道你当初怎么想的 她资助了那么多人 就你一个傻子 巴巴凑过来汤浑水 我以为你是醉翁之翼 不在酒来着 谁承想 你是真傻呀 那是我错怪你了 对不起 她挠了挠脸 小臂露出干净利落的肌肉线条 那个 我去客厅锻炼了 你忙你的吧 我无奈地笑 刚笑了半生 就见跑走的蒋其名匆匆回来 抱了本腊笔小心 又逃也是地离开 到底谁傻呀 蒋其名回学校后 家中只剩我和蒋玉安 此后的数天 我在微波炉按钮 和做好的便当 贴上不同贴纸 方便他辨认 又将家具拐角 都捏了防撞条 以免他受伤 甚至给蒋其名买了盲杖 方便他走路 其余倒好说 唯有一件事 比较麻烦 那就是洗澡 我实在不放心 蒋玉安一个人在浴室摸索 但又不好 眼巴巴搬个小板凳 坐在浴帘外候着 蒋玉安笑容坚强 坚强中又带着些微的脆弱 没事 我自己也可以的 他这么一说 反而彻底打消了 我最后一丝犹豫 候着吧 总不能真让他摔倒了 我拉着蒋玉安的手 一遍遍带他 摸着沐浴液 洗发水和棚头 开关的位置 等他熟悉了之后 才放心地拉上帘子 水声响起 我的心却不静了 我感觉我的所有感官 似乎都悬在那方玉帘之上 我捏紧拳头 直愣愣地盯着自己的腿 眼神如同喷火般坚定 言喻 不知是否是因为浴室回升 这句话显得尾调绵长 温情默默 含情默默 我简直是疯了 我面无表情地 瞪着自己的双手 恍若恨不得 亲手将满脑的 以你念头甩出来 扔到十万八千里 言喻 怎么了 我回过头 玉帘却掀开一条缝 露出一只手臂 和一脚腹肌 他摊开掌心 疑惑地问 我有些忘了 我挤得这是沐浴液 还是洗发水 沐浴液 我说完 才意识到自己声音发紧 有个诡异的思绪纠缠着我 蒋玉安怎么有点像在勾引我 哦 他笑了笑 眼盲了 人也变笨了 我顿时觉得 产生那思绪的我是个畜生 没有的是 我小声说 在我心目中 无论他眼盲还是破产 他永远都是那个 善良 聪明 改变世界的好人 哪怕他只改变了 世界里一个小小角落 甚至只是一个 不起眼的人的命运 他一点都不笨 那水声忽然止住 我洗好了 但好像忘了 拿换洗的衣服进来了 没事 我帮你拿 我捧着他床上 叠好的一叠衣服 递给他 这是 你的上衣 这面是正面 这是 我咳嗽了一下 你的那个短裤 蒋玉安含笑说谢谢 他穿着妥当 拉开玉帘 我掺着他走出来 他忽然别了一下腿 怎么了 我见他走自别扭 蒋玉安耳朵红了 问了半天 不说话 最终才别别扭扭的小声说 言喻 那个短裤 好像买小了 我疯狂咳嗽 有种自己莫名欺负了老实人的负罪感 我上班 蒋玉安在家 之后的日子 风平浪静 只有几次 我下班早 偶然听见客户门口传来聊天声 似乎是在打电话 亦或者是多人会议 其中有个音色很像他 但与平日自卑又脆弱的蒋玉安不同 那声音语气清冷又高不可攀 像个挥斥方球的上位者 因此又不太像他 因着家中有人要照顾 我每天赶着下班 终于引起了同事们的注意 有人笑着问 小玉 有男友啦 我连忙摇头 他拍手 那就好 我还担心说晚了呢 上次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 对你印象不错 想和你再吃顿饭 怎么样 择日不如撞日 今天一起去吃个饭吧 那小伙长得多精神啊 个子也高 还是央起员工 我只模糊记得 那个相亲对象 性格确实不错 内向点 看着很文静 确实是个好相处的 同事热情 我又实在没理由拒绝 只好答应 临下班 我便给蒋玉安打了电话 说我今天回来的晚 已经帮他点好了外卖 蒋玉安没说什么 只叮嘱我 加班太晚就打车回来 路上注意安全 我本想解释不是加班 但转念一想 又觉得这些事 本就和蒋玉安无关 人家也不过是 出于礼貌关心一句 我若解释太多 就惹人烦了 和相亲对象吃完饭 已经到了八点 同事兴致勃勃 拉着我们一起去看电影 我连聊打车回去时 掏出手机 才发现已经十一点多了 手机多了几个未接来电 是蒋玉安 他每隔一小时打一次 精准到秒 克制又不算太克制 他发了条消息 严喻 你在哪 我很担心你 我赶回家时 蒋玉安正坐在地上 浑身水淋淋的 全湿透了 他双眼呆呆望向虚空 微弱的灯光照在他瘦弱的颧骨上 显得人更加辽络可怜 我连忙蹲下身 拿毛巾给他细细擦拭 怎么弄成这样子 我在浴室时 脚下一滑 摔了一跤 疼到走不了路 抱歉 言喻 又给你添麻烦了 蒋玉安低声说 摔哪了 我急得要命 连忙扶住他的腿 他膝盖青了一片 我顿时内疚到无以赋家 我本不该因为看电影 就把手机调成静音的 明明知道家里还有位病人 怎么能如此心大 我望向低垂着头的蒋玉安 小声说 对不起 我回来得太晚了 蒋玉安摇头 你去哪了 见了几个朋友 蒋玉安眼皮轻颤 看来你玩得很开心 那就好 我真不希望我这副残败的身子 干扰到你正常的生活 你不惨败 而且我也不觉得干扰 我着急反驳 蒋玉安笑容苍白 是吗 我还以为你这么晚不回来 是不想再和我待了 他苦笑 我只是 我只是一个人太孤单了 看不见东西 也没人说话 所以才冒昧地给你打了电话 对不起 是我不好 明明你愿意收留我 已经对我很好了 我默默看着他 叹了口气 下定决心 你做一会 我帮你拿换洗的衣服 等走到客卧 我给相亲对象 发了条婉拒的消息 如今 我有工作要忙 有人要照顾 实在不好谈感情 他倒也没过多反应 礼貌温和地 和我客气了几句 便互删了微信 我低头垂眼 不禁苦笑 或许我不得不承认 蒋月安对我而言 简直是杀人不见血的戾气 他轻轻一种霉 就让我引以为傲的自制力 溃散而逃 客卧内 蒋月安吃力地站起身 又亮腔倒在床上 他低声说 让你见笑了 他艰难地摸索着衣服 说 没关系 我自己也可以穿 我看不过眼 忍不住说 我来帮你吧 我生怕他多想 又连忙接了一句 蒋先生 你放心 我会把眼睛蒙起来 不会看你的 好 我用丝巾蒙住眼睛 突然意识到 隔着青纱 竟然也依稀能看到他的身影 但如今再换 也太过麻烦 我特意举起他的手 摸了摸 附在我眼上的纱 你看 我蒙好了 你放心 裤子不太好脱 蒋月安坐在床上 我得稍稍抱住他 将裤脚一点点往下退 吞到脚踝处时 得攻下身 我视线不清 精力又全放在裤子上 没注意到 我们靠得太近 我的鼻息打在了他的皮肤上 帮他穿裤子时 蒋月安忽然轻声说 言喻 你现在也看不见 是吗 我说是 他笑了笑 声音清朗 真奇怪 我竟连累你也做瞎子了 我刚要笑出声 却忽然正住 隔着青透的纱 我分明看到暗灰色的短裤 变得更加紧绷 一处阴影极为明显 蒋月安的语气 却依旧没有变化 轻松又温和 正常又自然 明日就又是周末了 蒋其名那个猴子又嚷着过来 也不知道是真想我 还是想逃避校队训练 是啊 我下意识回应 却已经觉得大脑一片空白 我反复确认 我确实没有眼花 那灰影确实变大 于是我那搭在裤腰上的手指 顿时滚烫生热 只觉得贴着他腿肉的指腹 敏感到不能再敏感 我咬紧牙 手指缓缓往上 内心混乱不堪 是要装作若无其事 继续给他穿 还是停下 若停下 他岂不是就察觉出来 我能看见了吗 这一切 没准是误会 我不了解男人 那东西没准是不受控制 自然而然产生的生理反应 没准就连蒋玉安自己都没有察觉 他那么有理的一个人 饿得要死都不敢敲门 叫我起床 若是知道真被我看到这种场面 怕不是会羞愧地跑去跳楼 我胆战心惊 不知如何是好 裤腰已经没过膝盖 马上接近胯骨 我咽了下口水 一只手忽然按住我的动作 其余我来吧 谢谢你 我松了口气 将裤子交给蒋玉安 他穿上时 忽然动作一致 咳嗽了一下 接着说 你还没拆丝巾对吧 蒋玉安不好意思地说 那个 要不你先带着 我们像两个盲人一样聊聊天吧 我面红耳赤地坐在椅子上 好 一时间 心怀鬼胎的 我们都没有说话 直到等小蒋玉安 慢慢落了下去 大蒋玉安 才又抬头冲 我继续笑着问明天的计划 成年人的世界 真是一个比一个会伪装啊 我禁不住感叹 周末 蒋七名来了 这些日子 我们打得闹闹 熟人了许多 他性子看着胸 实则是个自来熟 大大咧咧地学蒋玉安 叫我言喻 蒋玉安为这事 仲没说过他 但蒋七名年纪小 正犯降肿 蒋玉安越劝 他就喊得越黏糊 气得蒋玉安咳嗽 我连忙帮他拍背 好脾气地说 好了好了 无所谓的 叫什么都行 他咳到眼角红润 寻声望来 含了点温温润润的埋怨 瞥了我一眼 他盯得太精准 以至于那一瞬间 我差点以为他 恢复了视觉 吓了一跳 但一眨眼 蒋玉安的眼神 便又涣散了 想来说我眼花了 他轻声说 那怎么行 你是个手里的人 我比你大 你叫我先生 他比你小 你才换他名字 其名若直呼你名字 岂不是让你心里不舒服 我叹了口气 不想让他们 继续为了我争执 只好妥协 我真无所谓的 那我以后 也不叫你先生了 玉安 念出他的名字时 我觉得喉咙都一紧 恍若两个人 都更加亲近了 别别扭扭的 让我又开始胆战心惊 害怕离得太近 一些心思就藏不住了 蒋玉安笑了 蒋其名也笑了 只不过是从鼻子 哼出来的笑 怪里怪气 似乎带着莫名的情绪 蒋其名没闲着 我做饭 他就给我打下手 蒋玉安本来也想进厨房 被我阻拦了出去 他摔伤还没好 还不如躺着去休息 蒋其名坐在小马闸上摘菜 择了一半 忽然莫弟对我说 你太照顾他了 这样不好 我扑斥一笑 他说得太严肃 配上一张少年脸 显得有些幼稚 哪里不好 蒋其名眯着眼 引狼入室 他心眼多 最爱利用人 我小时候总被他骗 我用葱青打了他的背 约安是你爹 你这么说他 养父 又不是亲生的 他不情不愿地拿过葱 开始择 我爸临终前托他照顾我 现在却成了我照顾他 蒋其名难难地说 我没你人好 耐心又多 我就是个鲁莽的粗人 若没有你 我也不知道这种局面 我能撑多久 我说 哪里的话 你才上大学 能做到这一步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也没大我几岁啊 我警告你 收回你这老七横秋的语气啊 我失笑 蒋其名健康 健康到有一股子蛮劲 心思粗 和他待在一块 很少需要考虑什么 倒也轻松 你本来就还是个孩子 我故意逗他 这些天 我早就觉得 和他出成了朋友 你还说 蒋其名站起来 不依不饶地做事要挠我 我举着青菜 连连告饶 不断后退 直到后腰抵在台子上 蒋其名自然而然地 将双臂撑在我腰两侧的台子上 他呼得一愣 终于意识到他这么做 就彻底罩住了我 显得过于亲密 我也愣住了 言喻 我 他慌乱解释 你们在做什么 一个好奇的声音 打断了蒋其名的话 蒋月安站在门口 撑着盲杖 笑得云淡风轻 壮若无事 听到你们在笑 想来玩得很开心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蒋其名不知为何 也没有挪开手 他保持着背对蒋月安的姿势 低着头 神情不明 蒋月安摸索着走进来 抬手 将要摸到滚烫的锅子 我连忙推开蒋其名 拽住蒋月安的手腕 急迫地说 危险 蒋月安满怀歉意 抱歉 我只是看你们玩得开心 也想和你们一块 我们没玩 只是说了几句话 我连忙安慰 炖菜在锅里 要不 其名你帮我看一下锅 我去陪陪玉安 蒋月安回握住我的手腕 那盲杖被他支在门口 全靠着我扶 他轻声说 都怪我给你添麻烦了 我看不清 你真看不清吗 忽然 蒋其名扬声说 蒋月安止住了笑 他瞇了一下眼 那一瞬间 我突然觉得 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人 神情气场就无比相似 其名 你不该这么对长辈说话 蒋月安平静地说 蒋其名哼了一声 拉开我 皮尔对蒋月安说 你平日里老黄瓜刷绿漆 哭哭嘻嘻 恨不得演个没断奶的孩子 如今倒在我跟前装大了 他这句话 属实有些莫名其妙 蒋月安破产加眼盲 难道还不许他脆弱一些 我有些生气 刚要维护蒋月安 却见蒋其名 双手捏住蒋月安的肩膀 不由分说地将他往外推 言喻 我陪他就行 你忙你的 我做饭做得心神不宁 好不容易做好 立刻叫他们出来吃饭 但没成想 推开门 却看到了蒋其名清黑的一张脸 我呆了一下 刚想问他又生哪门子气 却见他手中握着一个小雕像 我顿住了 蒋月安艰难地开口 言喻 这是怪我 我本来想给他看你亲手做的树雕来着 没想到 蒋其名直勾勾望向我 连连冷笑 这是树雕 他摊开手 我能骗得了蒋月安 又怎么能骗得了明眼人 雕像刻的赫然是蒋月安 他微闭着眼 侧目垂下 温柔地望着怀中的一束花 漂亮的宛若折仙 我雕工不好 反倒将自己的心思暴露无遗 明明没有蒋月安的照片 同他也不慎亲后 却能把他雕得生动 分明是在雕他时 一刀刀刻下去 将那人的面容 记得刻骨铭心 这份情感 哪里是对普通恩人的 我沉默地看着蒋其名 说话 不知为何 蒋其名神色有些激动 我走到他身前 牢牢捂住那个雕像 仰着头 冲他比了个口型 别告诉他 蒋其名眉头一跳 他面无表情地瞪了一眼 尚不知发生何事的蒋月安 他闭了闭眼 然后忽然贴紧我的耳朵 语气莫测地说 你这样做 我还如何放心 让他待在你家 那你想怎么样 蒋其名谋色微动 我可以不说出来 但我也要住在这里 不是只能周末住 是一周七天 日日夜夜 我都要待在这里 他要赶我走也不行 我紧紧盯着他 笑了 蒋其名 你说蒋月安是心眼多 可你说话时 脸上的小心思 分明藏也藏不住了 但我是从何时起 无意招惹来这头少狼的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从他手中抽出那雕像 成交 当天 蒋其名就把行李搬了过来 蒋月安知道后 不太高兴 我问他 他却只摇头 照顾我一个 已经够麻烦你了 齐名真是 没眼力见 说到最后几个字时 我错觉中 觉得蒋月安似乎在咬牙 他恼恨又后悔的摇摇头 不知再后悔何事 隔了几秒 才露出平日里的笑容 温声问我 所以那雕像到底怎么了 齐名看了以后很激动 却也不和我说 我只好来问你 莫不是什么不该给别人看的 我咳嗽了一下 不是 齐名怕树罢了 收拾东西的蒋其名 看了我一眼 我瞪了回去 他这才有气无力地说 是 我怕树 蒋月安没说话 当晚 他有些发烧 又不愿去医院 蒋其名要陪他 蒋月安只捏着我的手腕 侧身咳嗽 没说行 也没说不行 我便心存侥幸 暗自窃喜 堂而皇之地留下来照顾他 我将凝干的湿毛巾 搭在他的额头 蒋月安吃望着半空 突然说 言喻 这么多年 我资助了这么多人 却只有你好不犹豫地收留了我 他声音带了点轻微的可怜 和一点孤寂 语气拿捏 不轻不重 分寸不差 就像画龙点睛般精妙 这些日子相处 我已经把你当作像家人一般的朋友了 他认真的说 我听到这话 强压住内心的暗涌 故作镇定 月安 你严重了 我不过是在报恩 若你是我的家人 你觉得齐鸣如何 蒋月安陡然发问 什么 我心惊肉跳 差点以为他也猜出了蒋齐鸣的心思 但蒋月安只是笑笑 他也是我的家人 我只想知道 日后相处 你如何看他 我强压住内心的不平静 说道 齐鸣在我心中 就是个孩子 你才二十四 比他大不了几岁 但上学和工作 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总觉得比他老了许多 蒋月安笑了 难怪你以前叫我先生 原来早就觉得我老得没变了 没有的是 他微微合眼 金帕宁出的水珠 滚落到他的眼角 我连忙替他擦 他的嘴唇动了动 巧声细语地问 你把他当孩子 那把我当什么呢 我攥紧手指 只当他看不见 慌乱的脸色 掩饰不住地闪过 锤眼 却觉得 那双原本黯然无光的眼珠 凝向我时 宛若剔透明玉 泛着冷冷光芒 聪明又犀利 似乎能看透人心 我 我颤抖着开口 却听见有人 扣了三下门 门不是没关吗 我回头 蒋其名背靠门飞 暴毙 脸色不善 我和蒋其名 几乎是半拖半答地 进了我的屋子 拖人的是他 打人的是我 刚关上门 他就说 你干嘛对他那么好 他有手有脚 自己不会擦吗 你做什么拉我过来 我不甘心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想说什么 想说你把他当情夫 还是当爱人 蒋其名怒了 他的怒意来得突然 惊得我下意识顿住 蒋其名连声冷笑 你满心满眼都只有他 旁的人在你眼里 不过是垃圾一般的存在 对吗 你疯了 我眯眼 蒋其名面无表情地说 别告诉我 你还不明白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 又能怎么样 我已经很努力地装作若无其事了 若非你是蒋先生的养子 我早就 我忽然说不出话来 因为蒋其名怒气冲冲地瞪着我 双眼却通红 眼泪在眼角打转 他冷冷地质问 你早就什么 说出来啊 我往后退了一步 我说 你冷静点 蒋其名板着我的肩膀 他笑得不能自已 是 你总觉得我不冷静 我冲动 那你知不知道他蒋渊安又是怎么样的疯子 我用力推着他的手臂 他却硬要逼着我听完 你知不知道你收留他后 他有多少次都在故意博取你的同情 蒋其名用力攥住我的手腕 极度让他面目全非 装着不会用筷子 逼你喂他 对你头怀送抱 装傻要你换他育安 每每看到他这三十岁的男人 心心作态 做出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我恶心到都快吐了 我脑内思绪混乱 强称着说 蒋先生不是这种人 他破产了 眼睛也忙了 人稍微脆弱笨拙点 也情有可原 蒋其名气得发笑 他指着我 说不出话来 最终擦掉眼角的泪 他低声问我 若他不是真眼盲呢 你说什么 不可能 我愣住 蒋其名猛然抬头 一张脸 桀骜不驯 爆发出小兽才有的倔强 你要不相信 我可以帮你试 什么 我还没反应过来 却被蒋其名一把推到床上 你疯了 从我身上滚下去 我难得怒了 蒋其名捂住我的嘴 待会我做什么你都不许躲 配合我 你就能发现真相 听到了吗 我皱眉瞪他 有病 蒋其名垂眼 你不想知道他有没有装吗 不下点狠药 凭蒋玉安的德性 他怎么会露马脚 我挣扎了一下 床板枝丫作响 蒋其名情急之下 摁住我的手腕 我叫了一声 刚要说话 门却被直接打开 蒋玉安竟然没有敲门 这和他平日的作风 判若两人 他沉默地站在门口 灯光微弱 他面朝向床 神色灰暗不明 蒋其名将脑袋须须 靠在我的肩头 回头挑衅似的 撇着蒋玉安 蒋玉安平静地问 怎么了 我听见有响动 言喻 难道是齐鸣欺负你了 何止欺负 他都爬上我床 恨不得爬到我身上了 蒋玉安若是看见 自己养子这副样子 怎么可能这么平静 我满脸你满意了 我的表情 无声地瞪向蒋其名 蒋其名却依旧沉默 他捂住我的嘴 不让我说一句话 满是寂静 蒋玉安却没有离开 我恨恨看向蒋其名 蒋其名无声地坏笑 故意抬头 极为缓慢地靠近我 一寸寸地接近 我惊恐地睁大眼睛 蒋其名翻了的白眼 微微摇头 言下之意 他是装的 让我别多想 这个疯子 他的唇越来越靠近 我侧过头 没留意看到衣柜旁的穿衣镜 镜子清晰地照出蒋玉安的脸 他沉静地背对着灯光 站着笔直 胸膛处能看到微微的起伏 蒋其名的嘴唇 与我越发靠近 一厘米 一厘米地逼过来 像是不断流动的沙漏 马上就要见底 暴露出死线 我咬牙 挣扎得越发狠 蒋其名不愧是练体育的 就算我使出全身力气 也纹丝不动 我已经能感受到 蒋其名的鼻息 打在我脸上的感觉了 我瞳孔缩小 内心疯狂骂了蒋其名鼠便 他疯了 若蒋育安没有瞎 他怎么可能 当着我的面脱衣服 怎么可能在浴室摔倒 又湿漉漉地坐在客厅 等我回来 他若是没瞎 他怎么会不知道 那个雕像客的是他 日后我们 还如何风平浪静地相处 可是 如果蒋育安真瞎了 蒋其名不会真稳过来吧 这个疯子 我被蒋其名逼着侧过脸 眼睛直直盯向那面镜子 镜中 蒋育安的腮帮鼓起 似乎在用力咬牙 他怎么这副 不 我的脸颊一湿 思绪被打断 蒋其名轻笑 骗你的 我其实也不 确定他瞎没瞎 下一瞬 我忽然听到巨大一声东响 身上一清 我呆然地望过去 眼前恍若还残存着方才的惊人画面 蒋育安单手 孤住 蒋其名的腰 拦腰把他生生拎了起来 用力砸到地上 蒋其名下意识格挡 刚捏住 蒋育安的手臂 就被他一手肘顶到墙上 顶到快吐了 操 他脾气本就不好 被蒋育安两下打到半死 忍不住使了力气还手 一拳扑了过去 地板发出恐怖的撞向 我从没想过 会有这么一天 我坐在床上 对资助过我的长腿叔叔 和他的杨子涵 你们不要再打了 三十分钟后 蒋育安坐在椅子上 一脚微皱 蒋其名横躺在沙发上 活人微死 蒋育安低声说 对不起 其实出院第三天 我就彻底恢复了 但后来 看到了你给我刻的雕像 言语 他睁着无神的眼珠 脆弱又色然地说 别对我这么好 我三十了 配不上你 一行泪如同断了线的珠子 呆然地从他眼眶流出 无声地滴在我的手背上 我心头一软 顿时忘了细想 下意识弯下腰 替他是去泪水 却不禁一抬眼 看到了冷冷望向我们的蒋其名 他轻声说 是啊 你都三十了 蒋其名像条没皮没脸的野狗 闻着肉味 又从沙发上站起来了 他盯着我但笑 笑得家枪带棒 风声云起 他说 我才十八 十八岁 还不懂得体面和虚伪 见到喜欢的 就要争要抢 只会赤裸裸地挑衅 我心情复杂 看了看自卑低下头的蒋玉安 又看向高高仰头 气焰嚣张的蒋其名 内心狂呼 这局面 怎么会到今天这种地步 蒋玉安说 自己的养子如此放肆 他已经没脸再待下去了 我急得问他 要去哪 他低着头说 还有些联系的工作伙伴和朋友 总有人 能让我暂住一段时日 我心中恼恨 又不知道该恨谁 见他已经收拾好行李 直接拎着箱子 下一秒 脚都快要迈出家门了 我也顾不上犹豫 顾不上整理措辞 我用力拉住他 不要走 可是我三十了 人都老了 如何配你 他轻声说 我捏紧他的手腕 张嘴欲言 犹豫良久 憋出一句不慎浪漫的挽留 试试不就知道了 蒋玉安笑了笑 他以为我没有看到 实则门板反光 我看到他笑得势在必得 得意洋洋 算了 我心里想 算了 蒋先生喜欢完欲情故纵的把戏 喜欢把自己贬得不能再低 然后再勾着别人夸他 那我就陪他玩 毕竟我喜欢他 喜欢了不知道多少年 蒋其名的钥匙 被蒋玉安不知何时摸走了 他心怀不甘地蹲在我家楼下 我拎着菜路过 他喂了一声 我没理他 他又汪了一声 我只好折返回他面前 你爹地今天做红烧肉 上不上楼吃 蒋其名气得脸通红 跟着我脚步不带停 一边大喊 你把这该死的称呼咽回去 什么鬼爹地啊 蒋玉安开门时言笑艳艳 看见在我背后冒头的蒋其名 又笑得刀影贱名 蒋其名美好气地说 我不喜欢了 你把我奏服了 行了吧 我要吃饭 蒋玉安孱弱地冲我笑 也是 我容色衰老 也就只有做饭 还勉强入你的眼 想来 还是年轻人好 我一无奈地说 我什么时候说 年轻人好了 你别说了 蒋玉安满意地 看了看我们二人 这才侧身让开 放心让我们进屋 如今 他装忙的事情被揭露后 彻底不装了 沙发上摆了两台电脑 似乎刚处理完工作的事情 蒋其名随口问了句 你不是做饭吗 怎么还有心思玩电脑 蒋玉安笑着说 不是玩 家中困窘 我怎能心安理得 做吃白饭的人 先前对赌失败 但还留了几分鸡业 总得重新做起来 毕竟我还是得养家糊口的 蒋其名听了这话 刚塞进嘴巴的一口 免费白饭 久久咽不下去 恶心的脸色轻一阵 白一阵 蒋玉安确实厉害 隔了不到一个月 他就给了我一大笔钱 每名其约付房租 那时我们还在床上探讨三十岁行不行的问题 我抱着手机进账 择了两声 想到自己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上下班 还不如他在家装瞎子时赚得多 又忍不住骂了句爹的 蒋玉安大惊失色 惶恐地问 是不是我没服侍好你 你生气了 我还没来得及反驳 他便如狼似虎地钻入背中 此后 三十岁也挺行这事 再无争议 我和蒋玉安谈恋爱的第二年 他的新公司创立了 势不可挡 蒸蒸日上 他成了浴火重生的商界名人 开始一一清算 曾经对他落井下石的人 而关上门 外面的是非和战火 便隔绝在外面 消失得无影无踪 蒋玉安抱住躺在沙发上的我 轻声说 啊 我的眼睛好像又看不见了 待会带我洗澡吧 好不好 我捧着财经杂志 看着那人头大的标题 清道夫还是打不死的小强 蒋玉安戏称自己吞并X公司 只为尽早立业结婚 标题下方 是一张蒋玉安双眼冷淡 二指搭在麦克风上讲话的图片 叱咤风云 狂妄又娇贵 手腕一方表 分明是我上个月给他买的那只 我又看了看 睁着迷茫双眼 眼含雾气 躺在我身侧的蒋玉安 我不可置信地 又看了眼报道里的照片 那浑身嘚瑟的精明损色 是我的脆弱人夫蒋玉安 洗澡澡 蒋玉安催促 我叹气 洗洗洗 我洗 不过 我能不能先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 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嗯 从你收留我开始 蒋玉安认真回答 但彻底喜欢 是从那个五日阳光开始 那天我骤然恢复视觉 看到了光 云 天空 转过眼 又看到了你 你亮堂堂地站在阳光里 眼神动人地宛若小神明 他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禁不住笑了 那个时候 我就突然好害怕 害怕如果你知道我不瞎了 会不会赶我走 我就想着 再待一会 再待一会 待到你离不开我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蒋玉安挽着我的病脚 提耳轻声说 告诉你 我其实也看你看了很久 喜欢你喜欢了很久 他笑着叹气 只不过呢 这么浪漫的计划 全被蒋七明 那损色给破坏了 我眯着眼 拼命回忆往事 所以那个时候 你先开玉莲的时候 你其实分的清沐浴液和洗发水 这是第二个问题了 说好的 只问一个问题哦 可是 啦啦啦啦啦 他开始大声唱歌 蒋玉安抱起我 疯狂奔跑 一路颠簸 颠到我说不出话来 直接被放进浴缸里 然后水灵灵的蒋玉安 笑着扑了过来 笑容美若桃花 直接扑灭了我所有的问题 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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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